能够和我们所有这个 密尿外科和前列线高峰论团的 领导老师和学者们共同交流 我肯定在这儿是一个外人 是你们的学生 我只是想抛转引誉 用我们在其他领域 做的一些可能在前列线癌症 或者是手术或者再生医学 这些领域上的一些 一些基础知识或者应用 转化上面一些经验 给大家说一些共享 也可能在下一部分 就是第一部分要讲些 肿瘤液体活检的一些内容 第二部分就讲一些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去解决这个 就是health care delivery 这些诊断上面的一些课题 然后这里面也有和林千辛院长 合作的最近合作新冠病毒的 一些经验 看什么 我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肿瘤液体活检做了一些作用 我们主要是用的假质化 这些在这个肿瘤液体活检的一些 或者肿瘤检测的一些应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肿瘤刚才 各位有几位专家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在肿瘤诊断领域和这个预测领域的话 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用 遗传和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诊断 这个用DNA假计化进行这个诊断和预测的话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 我们在几年前吧 就是跟何小科主任 这个西津大学的学类化院长 还有Michael Karen 一块就是对几种比较常见的肿瘤 进行的一个DNA假计化组织和 这个旁边的正常组织和假计 这个肿瘤组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urvey 就发表这篇文章上面 主要的这个message就是说 这个用DNA假计化的marker去分别看 这些组织的特征 肿瘤的特征和它的预测效果 它的这个准确性非常高 当然这个已经被这个很多这个TCGA 好多这个其他的这个European的这个 Cancer Consortium 这些都已经证证证证实了 它可以进行溯源 能够把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就是现在这个practic cancer 有时候会去蹦会去脑子 或者其他的组织地方 比如它如果是肠癌去到这个肺里面 到底它是原发性的肺癌呢 还是说是肠癌 因为很多这个marker都是一样的 用假计化的就很非常这个 好的把它这些溯源把它做好 而且它能够对不同的生成曲线 也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副文字工作 当然了就是说 我们做到这个工作以后就发现 尽管这个它的准确性比较高 但是呢由于活检对穿刺和这个肿瘤 这个检测还有样本量的话 需求比较高 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继续这个探索 能不能够用直接用外周血 进行这个检测和溯源 这是我们跟徐日华院长这个前几年做的一篇文章 也是可能全世界这个大规模这个这个对一个肿瘤 进行这个液体活检 这个假计化液体活检的第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主要是用了大概1000个不同这个stage的肝癌和这个control 然后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再加上测序的话做了一个这个panel 这个panel能够非常好的能够做这个肝癌的诊断 这个诊断呢比这个当时这个是我们的standard的这个甲胎蛋白的诊断要高很多 达到了90%多的准确率 甲胎蛋白的话只有百分之大概60%多的准确率 而且呢它对1727肝癌的准确率不好 但是1727肝癌确实就正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检测的一个缺口 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它的预厚它的效果 它的这个分分这个不同的这个stage啊这些都能够进行区分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现在已经在这个中山这个肿瘤中心 已经在进行这个临床试验了通过了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快速通道吧 这个新检测快速通道现在正在临床这个试验 然后呢它可以做很多这个survival这个curve analysis 就是肿瘤这个里面的从initial检测不同的这个分级 早期检测以及到后面预后和这个治疗的这个监测的话 都有一些很好的效果和这个作用 我下面就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讲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技术 下面我就想把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个方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是in nature medicine 邀请我和何健行院长一起写了一篇文章 主要是叙述这个怎么在全球实施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在这个医疗领域的一个这个 它的这个推广嘛和这个普遍性的一个这个实施 在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方面了 这个我们大概把它分别了 现在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做的是诊断 就是在这个右左上角这个 然后马上可能大家都会做到这个therapeutics 就是在这个治疗上面 但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怎么在这个 特别在肿瘤上面是比较有意义 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早期肿瘤诊断 或者是把这个肿瘤的风险降到最低 最后是怎么在这个协助我们的这个当地的CDCA 或者是这个政府政府能够把这些数据拿来以后 让他们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决策 这个就是在这个疫情上面的话 会体现得非常紧迫和重要 最后就是说 张教授我要打断一下 你慢慢那个共享的那个屏幕啊 全屏全屏放映 我怎么弄个全屏 就不要编辑状态下 就是全屏 我看一下怎么 那个反映 那个那个包换 换灯包换 我知道 我把底下给挡住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吧 这个 把这个 我看怎么样 下面有一个 在在在在在在 包换对 对 好对不起 好现在可以了吧 嗯好 嗯下面就是说 好谢谢 就说 嗯 作为这个大数据 嗯 它有比如说是医院的数据 和这个个人的数据 这个数据怎么储存 从 病人的角度 咱们这个医生的角度 嗯 这个卫健委 或者是咱们 政府的角度 或者是从这个 健康 就是怎么去这个 配合 就是现在因为 嗯 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啊 卫生这个健康系统的话 医院系统有很多 和西方特别美国 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有很多尝试 有很多这个 还是有很多这个 可以这个进步的地方吧 所以我今天也没有 很多这个时间 就不用再多讲 这个 我想这个 嗯 如果特别在广州 如果能实现 统一电子化病例 和这个打通数据 嗯 的话对应该对这个 呃 这些方面的话 会有很大一些进步吧 哦 我们也在里面 这个 做了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跟这个啊 嗯 夏侯明院长在广州啊 富尔中心的话 用他们的 呃 一百多万的这个 儿科的电子病例系统 在世界上 第一个做了这个 EMR的这个人工 这个自然源处理 和机器学习 把他们的这个 RADATA 就是这个 电子病例抓出来 然后做成结构化病例 然后做 进行做诊断和预测 呃 这个文章是发在 去年发在Nature Medicine上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我我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呢 还比较大 呃 在Big Data里面呢 就是除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个 呃 抓这个就是文字的数据 就电子病例以外的话 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影像的这个处理和 啊 和这个诊断 所以说呃 当时呢 在2018年的时候 呃 我们呃 就是集中精力 在这个眼科上面 做了一些工作 呃 这个工作呢 有一定的这个 泛化性和这个代表性 所以为大家稍微 呃 介绍一下这个工作 呃 这个工作就是说 是怎么用这个 有个这个我们 眼科的这个诊断工具叫 Optical Coherence Thermography 就是 光学断层扫描 这个断层扫描 就像你们一些技术一样 是呃 呃 他可以在这个 把这个人啊 就是是无创的 放在这个machine里面的话 只要看这个30秒钟 他就可以形成 3万张这个光学断层扫描 图片就在这边 这个左边这个图像 就能够直接的检测到 这个人的视网膜的状况 呃 我们当时然后做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工作 就是第一次把这个 这个叫做 牵义学习Transfer Learning 呃 从其他领域引进到了这个 呃 医学影像学 什么叫Transfer Learning呢 就是牵义学习呢 就是说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呃 一个小朋友会打篮球的话 他对打排球打足球这些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就不会从三三起步开始学 又重新学一套东西出来 基于这个原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 就先 既然我们是要学习影像上面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就先让他学一个泛化一个技术 就是在这个 有个叫Imagenet这个Imagenet就是很多不同的图像 有狗有猫的 有人的 有汽车的 有树的 有大地的 景色的 让他去学怎么去看这个景色 这个景这个Imagenet是 我们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教授在Stanford做的一个这个 几千万人的这个一个图像 General的图像数据库 我们就先用这个computer去学怎么去看这些图像 看完以后呢 就记住怎么去看这个图像 把它记住的这个机理平行的转移过来 就让他去学怎么去看眼科的图像 实际上他如果能看眼科的图像 他举一反三 这个也是一个举一反三 他也以同样的机理可以看 比如说前列线的这个一些这个CT啊 或者是MR的图像 或者其他一些endoscopy的图像 好了这个就是迁移学习的原理 从这个地方做成一个神经网络架口 然后再把它迁移学习到另外一个任务上面 在这个学习 这个是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尝试 结果情况很好 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又重新迁移了一下 从学习眼科的这个影像技术 迁移到学习小儿的X-ray 就是他做这个小孩的这个肺病的检测 包括这个肺炎 包括细菌肺炎和病毒菌肺炎 然后正常 我们在这里面呢 通过学习5000章 小孩的这个病例的话 或者是影像的话 也达到了90%多的这个准确率 就证明这个确实是效果很好 自从我们那个文章发表了以后 现在已经被很广泛的这个技术 运用到这个医学图像识别 那个文章只发表了两年 已经这个引用率 引用率已经达到了500多次 下面我就想给大家这个 用最后几分钟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在新冠病毒研究里面 这个做了一些工作 这工作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是紧密的和林千辛院长 和中山我们中山二院一起 这个紧密合作 也得到了广东省政府和广东市政府 这个咱们的这个广东省 再生医学实验室的一些大力的支持 好这个里面就是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做这个 这个computer这个 tomography的话 它这个数量 数量很大 就是特别是一张扫下来以后 有两三百张 这个slices 那里面的话 如果是咱们影像科 这个医生去看的话 特别是一种新的一种 Emerging disease的话 它还是去 确实需要很多 比较多的时间 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所以当时在武汉抗疫的时候 急需有一种很好的AI技术 能够把这个leasing勾划出来 分别出来 然后这些volume 这个能够算出来 然后直接能够给它一个评判 而且这个评判是说 它是新冠病毒肺炎 还是说是其他的病毒性肺炎 还是说是其他的细菌性肺炎 或者是normal 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一块做了 差不多五千个病人 五十万张照片 用这个大数据去训练了 我们的这个AI system 然后能够达到很高的标准 基本上就是说 比我们的senior radiologist 差不多的这个学习的标准 但是他能够在二十秒钟之内 就把这个图像给识别好了 做好了报告 而且他能够在这边 能够把我们的senior radiologist 就是在这个 只有这个五年到十年 这个practicing experience 这些我们的年纪 年之轻的医生的话 能够迅速提高到senior radiologist 那个水平 所以这个对 就是实施这个技术诊断的话 特别在武汉前线的话 用的这个用的比较好 在基因坛医院 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都有了这个实施和应用 包括其他的 我们在广州的几个大的医院 也有实施 好 然后我们还在其他的一些 不是就是说是新冠肺炎 不是很高的一些这个地方 比如说安徽 广州 成都也进行了这个安装实施 在华西医院 包括安徽省 这个安徽大学 对人民医院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他还有一个重要是他能够预测 就是哪些病人就是在 就是比如说CT进来以后 照一张相以后 他这个进行到ICU 或者是上呼吸机 他的几率是多少 有多少时间 所以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医生 给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提前量 然后让他们去这个能够分配资源 把这些病人尽量的不要这个 推到ICU里面去能够确保他们的生命 和这个留下最少的这个complications 这个可以这个也是就是能够检测这个 要反应预测啊 它的这个效果 咱们这个系统自从这个出来了以后呢 由这个中国科学院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推广 作为中国我们中国抗疫的高端产品 已经推到了全世界 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在这个由中科学院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公布了数据和这个code以后啊 全世界迄今为止 已经有了300到400万的这个下载量 而且在很多国家 包括除了我们国家的十几个大的医院以外 在美国 这个伊拉克伊朗 朝鲜日本 印度 俄罗多尔啊 好多这个地方都进行了实施 效果也挺好的 在美国和这个Stanford啊 这个其他这个Universal Buffalo Baler这几个Yota这个大学 也有很好的这个合作 所以这个我希望这个工具能够 被大家这个广泛的应用 这工具不仅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新冠病毒以外 而且应该对所有的肺炎和其他的肺部这个肿瘤啊 特别是一些包块或者后面的这个一些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这个诊断和这个预测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这个大概就是想这些总结一下 就是说DNA假计化和液体活减技术加上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话 也可以在前列线以及其他必要外科的肿瘤和这个疾病上 有很好的诊断和预测前景 我们现在也有些新的研究也在进行 以后呢希望有机会给大家继续分享 好了再次感谢这个陈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感谢林天兴院长的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张康乔 谢谢张康乔